嗨 我是个人 华为手机 直接用到谷歌了 那哪一个华为手机呢 就是我手上这一台的 华为Nova 11 Pro 今天才在马来西亚正式发布 那Nova 11一共就有三台机啦 最贵的而且最高spec的就是 Nova 11 Pro这一台啦 排第二中端Nova 11 入门机Nova 11i 价钱会是最便宜的 那怎样可以直接用到谷歌呢 我们今天就快速开箱 再来告诉你啦 那今天我们只拿到Nova 11 Pro嘛 所以我们就来 看你轻色手机你们可能见过 但是这样深的轻你们应该很少见哦 Bugari 轻 好像我阿嬷的那种手鸽鱼一样 这个fashion 我是没有买过Bugari 但是我感觉拿着它 somehow 应该会有那种拥有Bugari的feel 反正它的轻色饱和度是非常高的那种 我第一眼会立刻想到五名牌宝宝 我觉得这个也是华为真正想要做的方向 把手机变成了时尚品 而且我刚才Try Google随便打Fashion Color Green 出来都是这个绿色哦 Bugari 是华为首创的 亚花工艺纹理 一大堆Nova的logo形成的纹理 摸上去是out two out two的 但是如果大面积摸你是不会 会感觉到一洞洞的啦 材质是树皮的而且比较硬 我用指甲刮也没有花 裸机用粗用完全不会形成的那种 而且我发现镜头模组也是浅浅的绿色 配上树皮加樱花还算是hold得住这个Fashion青色啦 转过来是6.78寸的OLED柔性曲面屏 这是100-10Hz刷新率 重点采用的是昆仑玻璃 目前是华为前级才会用上昆仑玻璃的啦 它也有哦 镜头部分 平时我是很少测评自拍镜头的啦 有也是随便带过一下 但是Nova 11 Pro的前置镜头 值得我去认真的讲一下 要玩设计里面竟然有两个camera啊 一粒60MP 17mm 100度超广小 加一粒8MP的人像镜头 直接可以跟普通手机的后置镜头发了 放在目前哦是底最大最广的自拍镜头了 再加上自动对焦和快速的眼球追踪技术 拍出来都很清楚了 而且可以调节美颜啊调绿镜啊 绿镜里面有圆形Bokeh效果 爱心Bokeh效果还有Stage light效果 手机打横一转自动变成0.8倍的广角 可以拍更多的人或者是更多的景啦 而且除了广角正常的一倍 自拍我不懂做Makai 突然支持两倍中 我是不懂两倍中自拍 要拍什么啦 可能是要看我鼻毛有没有长出来 牙缝有没有菜 粉底有没有卡粉 或者就可能比较适合美妆博主 要拍脸上小细节的人啦 而且这个前置镜头还支持4K30帧 录制过程中没有因为东西拿到太近 突然跳去另外一个镜头好评 后置镜头有50MP RYYB主色 再加8MP的超广角微距镜头 来看样张吧 在光线充足的场景下面呢 Noash E Pro的表现真的是挺不错的 白平衡和色彩能力十分出色 成功拍出了一颗鲜艳生动的 all-in-ge照片 室外光下呢 Noash E Pro的动态范围和解析力也很OK 黑色墙壁和深青色的叶子 并没有融合在一起 很好的营造出亮暗分明这回事 那遇到颜色显现的场景 怎样搬类 表现力也是稳定下啦 暗光情况照点控制也还可以 可惜咯 广角即便是很严重的 红都变形啊你看 那系统方面呢 Noash E Pro它用了的是EMUI 13 同样有这个Super Hub中转站功能 长按你喜欢的字照片或者是File 就可以直接拉进旁边的这个框框里面 当成一个仓库暂时存放的 然后第二天或者下一次你要用的时候再打开 都还会在 其实配置呢还有搭载了 Net Dragon 778G处理器 没错 还有你们收集的 4G是够用的啦 目前 电池方面呢是4500毫安 但是咧 我看了一下里面的盒子 登登登登登 100万 11百块 0-15% 只要 救救我 0-50% 只要15分钟 我如果你们比什么都看不到啊 看不到啦 要简直写上去 好啦大致上开箱就到这边啦 接下来就是你们最想知道的东西 它可以 直接用到Google 怎样个直接法咧 就是打开AppGallery直接搜索你要下载的Apps 比如说 Google Drive 可以 Google Map 可以 Facebook 可以 Instagram 摸满台 你看全部都可以 Direct 直接 简单 容易 下载到 但是前阵子的华为手机都是要透过Battle Search 或者是我之前教过的 Lighthouse 反正就是比较麻烦的方式才可以 输入到Google相关的Apps 但是现在不用了 你们把这些前面教的东西全部 忘记它 因为华为哦把这些App全部塞进了AppGallery里面 做到一个普通手机 只需要一个Google Play Store一样 华为它也只需要一个AppGallery 就可以输入完全部热常会用到的Apps 另外讲一下呢 Android Auto也可以在它身上用到了啦 有没有突然一种 最后价钱多少呢 先给你们打个底 上一代Nova 10 Pro的售价是 2599 Nova 11 Pro的价钱同样还是 2599 没有期价 价钱不变 Nova 11就是2199 Nova 11i就是1299 刚刚就正式发布了啦 你们可以去官网看看Preorder的详情 我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